眼前这只正在照镜子的猫咪 它叫中芬 它好像知道镜子里的是自己 并且一直在欣赏自己的帅气 照镜子呢 对你的帅气迷住了是不是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疑惑 猫咪认为自己是猫还是人呢 都说猫有人类刺碎小孩的智商 我们家猫就经常有一些类似人类的行为 比如 比如看到牙刷就会躲起来 刷牙了 刷牙了 假装看不见我 走 刷牙 走了 再比如会像小孩子一样 叼着动猫棒来找我 让我陪它玩 于是经过一番查阅资料 有研究表明猫必不知道自己是猫 猫只是我们给它定义的名词 如果猫咪在社交期和某一个物种一起长大 那么它就会意识到自己跟它们是同一个物种 如果猫猫在社交期一直和狗狗生活在一起 它就很有可能觉得自己是只狗 如果猫猫在社交期一直和人生活在一起 它就很有可能觉得自己是人 白老师你是人还是猫 遗憾的是养我们家猫的时候 它们早就过了社交期 但是这几年我们和猫咪朝夕相处 我觉得家里的猫多多少少 还是有一些我们身上的特质 比如中分很明显就随了我 聪明 帅气 白老师小的时候跟着老父亲混 表面呆傻 长大后气暗投明 跟着我混 于是就获得了谋略之材 长了两副面孔 你怎么把他吃了呀 抓着玩就好难一直把他吃了 可吐出来 蚊子 谢谢你帮妈妈抓住蚊子 立了一大功 腹腹因为太胆小 谁也没有随到 高高嘛 不太好说他到底随了谁 能不能咬得动哦 是没压根没吃到啊 终于吃到了 嗯 我倒要看一看了 我们今天来观察一下 我生气了 猪猪他 等等 如果中分认为自己是人 而猪猪是福尔哥带大的 那么 猪猪认为自己是什么呢 酱子 楼子 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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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